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 你是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实践 我们今天节目要探讨的主题非常特殊 是有关于金门马祖以及中共的无人机骚扰的问题 为你邀访到了是真理大学的法律系的王启群王老师 我们先请王老师跟听众马祖打声招呼好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再次邀请王老师来的原因 是因为他也研究国际法 也研究有关两岸方面的关系 特别是有关于金门马祖的一个法律地位 以及金门马祖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那大家都会想到一件事情 金门马祖会不会克里米亚化 会不会像这个俄罗斯当初在侵略乌克兰的时候 把克里米亚 因为克里米亚大多数住的是比较亲俄罗斯的 以及讲俄罗斯语的民众 所以是在2014年的时候 俄罗斯就发动了一些 也不算战争 算是一个武装冲突的概念 就把克里米亚病掉了 病掉之后又办理公投 然后建造克里米亚大桥 就像大家今天讨论的金下大桥的概念是一样 好 那针对金门马祖最近来讲 也是因为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后续的有一些中国大陆的动作 这个动作反倒不是说 直接在金门马祖的附近海域进行军事演习 反倒是出动了它的无人机 不过这个无人机虽然号称叫民用无人机 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说在中国大陆无人机 它是进行管制的 那如果没有解放军的点头 或者政府的同意来讲 就是不可能飞出来 飞到这个金门的空域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征收 或者是挑衅的作为 首先我们先请启军 跟我们听众朋友先解释一下 这个无人载具无人机 因为我们以往来讲 在国际马上 比如说航空器 我们会有注册国际国 所以它就是一个登记国 登记制的概念 那单一国籍的概念 那由它来进行管辖 另外来讲的话 船舶一般来讲 有人船舶来讲 就是在某个国家注册登记 我们叫船齐国管辖 那你要进入到人家的内水 或是进入到人家的空域当中 一定要这个沿海国 它自己或港口国 它本身的同意 你拿到进来 那现在中国来讲的话 它其实为什么赵立坚讲的 那个话其实也算没有错 为什么 我们金本马祖 不就在中国大陆的内水里面吗 因为它有画一个领海极限 从山东半岛一直画到海南岛 然后在金本马祖 刚好就落在那个位置 就落在那个 它的领海极限 往路的一面 就是内水的 内海的这个部分 所以对它来讲 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 它如果这样子 依照它的论说是没有问题 但是依照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讲的话 我们会有禁止水域跟限制水域的这样一个制度上的设计 所以我们国防部门就公告了金门马祖的这些进阶式水域 所以我们原则上是用实弹驱离的方式 比如说它船舶进来 就用实弹驱离把它赶出去 好了 那像无人机这个事情发生了 那现在来讲的话 你对于这一个 第一个 就法律上的适用来讲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或者是说现在目前的法规是够的 在行政作为上面是不够的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会有在整个八月的时候 那么多的这个无人机的骚扰 而看起来好像似乎对它产生不了什么反制作用 那它就持续的不断的一直在骚扰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来讲 到底是我们法规不足呢 还是我们的行政作为不足呢 第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回到所谓的两岸关系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在交战状态 所以说敌方的这个载具进到我方的控制空域 或者是控制领域的时候 把它击落本来也就不需要有太多的这一个质疑 或者是法条上的这一些强制性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确实还在交战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个就是国军本来就是可以把它击落 或者是把它驱离都不是问题 更何况是我们的这一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就像是主持人讲的已经有这个限定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领海的相关的这个法律支柱里面 我们的海巡也不停的在金门这个水域地方 进行过多次逮捕违法抽杀的这个船只 在马祖那边也是有执行过这个所谓的海上执法的这个动作 所以说本来这一种入侵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的法规已经有规定了 更何况是不讲两岸关系好了 任何的这一种无人机或是这些设备 跑到我们的军营或是航空管制区的话 本来我们就这个已经进入到所调碉堡阵地这些地方的话 本来就是要可以把它挤落下来的 重此是自己的也是一样 更何况是敌对势力的交战团体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整体的法规制度是很严谨 然后也都已经有足够的法源依据 让国军或者是我们的行政机关 有这个法源依据可以大胆的去做 但是在这一个部分上 为什么看到是先是用石头丢然后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军方可能也是比较担心 直接这个如果是驳火的状态 直接开火的话 可能他们会担心说是不是就是交战 那如果一旦被认定是交战的话 会不会所谓的这个扩及到其他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今天飞过来的是普通的 但是如果他今天是也有所谓的攻击能力的无人机的话 那我们开枪他也开枪还击的话 可能就事态可能会变比较严重的情况 所以在这一个地方的话 可能是军方当初会有这一层考量 所以说不敢直接在第一时间 就是使用所谓的实弹射击的方式 而是先用石头丢 然后再用所谓的这一个空包弹 或是信号弹去做驱离的动作 才进到所谓的实弹射击 但是如果是真的要 我个人是认为实弹射击可能是最不得已的方法 在金门马祖前线这个地方 因为真正发生冲突的话 我们到底能不能确保金门马祖的守军的安全 这一点其实是我们要比较谨慎小心一点的 因为很可能一不小心就 这个事态就扩大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最理想的方法就是 对于中国他一直讲他是民用无人机 那我们就把他当成我们的这一个大陆地区国民的形态去看待 那他进到我们的管制区 我们的比方说我们自己国内的无人机进到管制区的话 我们的警方就会用干扰器把它给击落下来 所以目前比较理想的或者是希望可以做到的话 应该是每一个这个重要的军事设施或是港口地方 都应该要有这个击落无人机的所谓的干扰设备 或者一旦发现的话就要把它立即把它给 这个用干扰设备把它给击落下来 这样子的话其实并没有进行到所谓的驳火的这一个地方 然后又是对于无人机 他说是民用的嘛 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民用这个相关的这个进行区的这些制度跟规定 把它给击落下来 这样子他也没有任何口实可以去扩大四轮 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说我想请教 就是说以往来讲 我们在金门马祖是以前是战地管制的一个任务 那后来开放了之后变成观光 甚至有些还变成国家公园 那未来就是以观光业为主 那后来小三通 所以在前线来讲的话 没有所谓的前线 现在就是说这个金门马祖似乎已经变成是一个观光地点 它不是一个战地任务 那不是战地任务 但是还是有少数的驻军在那边防卫本身的安全 也有海巡在那边驻扎取缔非法越境的相关的大陆渔船 或者是沙石船或者是什么 这些非法渔船 那现在有个问题存在 就是说既然能量 就是守军的能量没有那么多 那么大 但也没有办法像回到1970年代以前的那种两岸之间 随时有可能开枪或怎么样的 那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那金门马祖到底它的战略价值 还有它会不会形成变成对岸它在威胁台湾的一个筹码 那像这种这么高度敏感的这个地方 但是似乎看起来没有那种烟消味 然后当地的民众又比较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克里米亚的那个民众的那个心态的问题 那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已经摆在面前了 目前的政府到底在面对金马这个议题上面 应该秉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跟角色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所以我就想说 你对这个议题来讲的话 就是说长期来观察金门马祖 因为之前有人提到撤军论 然后又提到金马中立化 然后又有人提到说 干脆金门马祖还给中国大陆好了 然后又有人提到 这个金门马祖其实不应该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金门跟马祖现在立法委员各一席 但是它所代表的人数跟台湾的民众 各县市的立法委员的代表人数不成比例 那不成比例的原因是因为它有特殊性 所以才不成比例 那这金门马祖到底未来何去何从 首先第一点就是金马这个问题 其实是从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来 延续下来的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是站在将来台湾 如果是真的要在法体上 获得完整的独立地位的话 金马的问题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回避的 也就是说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让它公投 然后决定它到底是要 未来的去留的这个地方 而且其实这个金马的位置 跟它的水源各方面的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对台湾来讲也只是个负担 维持在那个地方 当初其实它也许是有所谓的军事价值跟目的 也就是当时这个蒋介石时期的 反攻大陆的这个大计划里面的第一栋登陆的跳板 可是如果是以将来 如果两岸之间可以和平分手的话 那金马这一个 我个人认为是用公投的方法来决定 让他们自己来决定去留 或许是一个比较理想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和平分手的话 金马地区它对台湾来讲 还是有所谓的防御价值 所谓的防御价值是什么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 一旦它就所谓新唐派的话 或是将来要渡海清台的话 这个美国也说 我们必须 我们的守军应该要维持多久时间的 这一个反抗能力 那金马地区其实就变成一个前沿的突出步的地方 可以去争取 这一个我们的延长的防守时效 然后让美国或者是我们的亚太盟友 有这个机会 可以回到回防到我们台湾本岛进行协防 是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就是说 如果你要面对中国大陆 还有可能武统台湾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把金门马祖当作是一个重要的军事筹码 重要的军事前线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反倒是现在我们在那边的军力是弱化 照道理讲 如果你要就是说回应或是应付 应对这样的一个中共武统的可能性的话 它应该是我们强化军力才对 强化各种设施才对 甚至你看到那个无人机在拍我们的碉堡的时候 我们碉堡真的是 不是现代化 就是回复在三四十年前以前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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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 所以你会觉得说非常非常担忧的这个事情 说那个地方军力那么弱会不会随时被拿下来 但如果说你要变成是一个 就是说未来它可能是一个 阵地 对 变成说让它公投化 公投来决定它未来 似乎好像看起来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但是因为你如果要让它公投 似乎它又依赖了两岸的这种关系 到底它又可能变成独立的金马共和国也不一定 或者是说变成中国大陆一部分 或者目前是维持台湾中华民国一部分 那因为我们知道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台湾关系法里面都没有提到金马马祖 它是台湾跟朋友群岛台湾附属岛屿 但是金马马祖当年在美国的这个思维当中 它其实不是美国防御的对象之一 所以在金马这个议题上面来讲的话 变成非常非常的棘手 那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些事情 就是说如果今天似乎好像要看中国的策略改变 我们才有办法采取什么因应的一个措施 不过我们如果有到金马马祖过的应该都可以晓得了 那个基本上观光事业已经回不去了 这个原则上当地来讲的话 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想打战的可能性 那我想对岸来讲 因为有一种说法 我不晓得你认不认同 就是说对岸是留着金马马祖 让它成为跟台湾之间的一个籍带关系 你对这种说法你认不认同 我个人认为这一种说法是有点自圆其说 那在这一个部分的话 可能大多数是比较偏向所谓的同派的朋友 可能会比较用这种自圆其说的方法 去解释这个现象 似乎好像是一个统战的一个说法 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文摩电台 在看中国节目 节目稍微回来 不现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进行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 at 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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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们你好 我是主持人林廷辉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林廷辉时间 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讨论到的是 有关于金马以及无人机的事情 那我们就针对这个无人机的这一块 因为你也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在前线 应该有类似像干扰枪啊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无人机的一些反制措施 那不过呢 我看起来是这个事情 比较像是这个中共在运用这种宣传战 这种统战的 或者是说来刺激你的 来让你说 你这个全部都在我一来无疑之下 那你们也不用打什么仗了 感觉好像有什么新战的概念就在里面 这对这个三战的这个做法 无人机的做法 王老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我个人认为 它这个无人机这种骚扰 其实就像是刚刚主任讲的 就像是苍蝇一样 这种情况 但是它其实背后其实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一种宣传的性质 是透过它的无人机过来 然后去骚扰我们的守军 然后呢 对我们的群众 对于我们自己守军没有信心 它的受众主要就是我们台湾的 大多数的同胞 那让我们这些在台湾的人觉得说 原来我们的守军那么不堪 原来我们的守军没有办法保护它自己 打击你的信心 打击这一个无人机的这个部分 它可以如露无人之境 甚至可能会产生一种这个错误的认知 就是无人机 它高兴飞到金门就飞到金门了 在越过金下海峡这个地方 好像就是如露无人之境一样 然后我们好像这个海巡 各方面都看不到它 确实因为无人机它的量体很小 所以说它要在雷达上反映出来 其实也很难 那最近不是也有一个新闻 就是虽然说有些人澄清说那是过去的旧的视频 那个说是我们的无人机去大陆那边 交云那边 其实这一个到底是不是这一点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有放出来的消息 有澄清的消息说其实已经改变了 根本就不是 也许是他们自己的这个 类似像是无人机演训 或是测试他们的反映能力一样的影片 然后我们把它剪接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两岸之间 在无人机的这一种进行的这种作业上面的话 其实我们自己群众也要很清楚的 避免被认知作战 就是无人机这种东西 它在金门马祖的地方 因为距离太近 比较长城性的 它一下就过来了 而且你的雷达根本 几乎很难去抓到这么小的一个东西 它不会在雷达上映出来的 所以说这种东西的话 不是只有我们有这个问题 其实他们也同样的 其实今天他们用这种方法对我们 等于就是也是跟你讲 就是我们也其实也有这个手段 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只是我们不做而已 所以说在这一个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第一个 就是其实我们群众 我们的受众自己应该也要知道 这是一个认知作战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 其实不能因为这样子而去否定国军 对于这个前线阵地的这个维护的决心 尤其是这个都已经下令了 就是可以进行实弹搏火 这种把它驱离了 所以说我们群众其实要对国军 在这个部分的话是一定要有信心的 就是 我们看出来 美国白宫已经针对这件事情 也有表态 他把这件事情 视作是中国骚扰改变现状重要的一个点 那以往美国要针对那么小的一件事情 来做表态其实也不容易 所以对于这个美国的表态 是不是等于是说 有点间接是说让台湾来讲安下心来 你就是采取反制措施也没有问题 你是不是会有这种看法了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美国表态有其他另外一些看法 一些他的意涵在里面 其实美国这一个表态其实就是跟他的所谓的 之前他们国务群有讲过 这个不容许中国的新常态去改变台海现状 其实是同样的意思 就是把他这一块金马的这一块 并到所谓的台海的这一个新常态的这个议题里面 同样的是说明说 给中共一个警讯 就是他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往美国对台海政策 其实都采取一种模糊化的这种角色 或是模糊化 或者是不会讲得那么清楚 但是当他讲清楚的时候 他后续的其实就是一种承诺 就是对你的一种保证 或者他愿意对你提供某些特殊的武器 或者是这个 所以说虽然说刚刚主持人讲了 虽然在所谓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里面 都没提过金马 可是美国的这一句话 其实已经暗示了 他对于这个金马是属于台湾防护的这个范畴里面 而且把它并入在新常态化的这个议题里面 议题就提供我们 等于是一种暗示性的这种保证 对 这个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从我们一开始讲说 金马并不是台湾关系法所cover的这个法条 当中cover的这个范围 也不是过往来讲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所cover的范围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来讲 这个在两讲时代的时候 那个要运往到金门马祖的一些相关的军事设施 还必须比如说美国援助的东西 必须先送到台湾来 有我们自己的国军再送到前线去 而不是有美国第七舰队直接送到前线去 即便当时有邦交关系 但是美军也不做这个事情 那这里让我们想到就是说对于金门马祖 他现在来讲 在去年 我记得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去年的时候 美国前那个这个AIT的处长 利英杰 也有到前线到金门去 然后去针对这个过往来讲 在金门这个生命受到损害的美国军人 有一些示意的一些仪式 然后也跟着我们蔡总统过去 说对于美国他前进到金门这件事情来讲 你刚刚看到了 有一个意涵出现了 就是说从AIT处长的这个作为 跟白宫的讲话 是不是代表美国对金马的政策 开始有一些检讨 或者是一些转移呢 那如果他 我们把它比照像克里米亚这件事情来讲 如果美国当年对克里米亚无声无问 什么事情都没有任何的作为的话 是不是也是让俄罗斯采取更加激进的这个作为 那现在如果说是不是这种姑息主义 就是说我们要讲的是金马的这种姑息主义 是不是会在之前有克里米亚的事件 现在来讲的话 是不是已经嗅到一个嗅觉说 这个美国开始对金马的政策是有点转移的 确实这个美国一方面可能是克里米亚 他有这个前策之间 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其实最大的一个差别 就是这一个克里米亚离美国太远 而且他中间隔的这个地方 那他可能是边场墨迹以外 然后再加上这个在欧洲的议题上面 我当年乌克兰也是那个贪污腐败啊 不是说现在泽雷斯基这种当地总统 状况还是不太一样 状况还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更重要一点就是 美国现在他的战略利益主要就是摆在亚太 然后现在也主要是全力压制 这一个所谓的中国破坏 这个所谓的现状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一个地方其实就跟克里米亚可能又不太一样 因为克里米亚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的地方 但是亚太尤其是所谓的航行自由 这个国际水域的这一些部分的话 是美国最着重最注意的地方 所以两者之间的这一个利益价值是不同的 所以说金马的这一块的话 我个人认为它更出自于美国本身 在这一个所谓的印太战略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亚洲的离岸平衡者吧 则是这个角色上更出于自己自身利益所提出的 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金门马祖它是在中国的内水当中 所以我们很少看到有属于外国的船舶 会进入到金门马祖去 我们都看到自己两岸之间的这些船舶 或者是说当时小三通的时候 船舶到金门马祖 那金马国际化会不会是未来有可能的选项呢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有人提议说 为什么该进一下大桥 因为以后如果金门要到日本去的话 那这时候它可以走厦门的机场 然后因为厦门有直飞日本的飞机 那现在有个问题 那金门的商议机场也非常完备 为什么不商议机场直接飞日本呢 会有这种声音出来 那如果你一飞日本的话就变成国际线 那这种时候金门到底它可不可以飞国际线 那是当然我们民航局要那个 但是港口它的码头是不是有停泊外国船 但是问题是你要进入到金门去 你要越过中国的领海极限 那还要进入中国同意啊 你才能进去 是不是间接又证明说 金门马祖是中国的了 这个事情很复杂很麻烦 所以是为什么说为什么我才会想说 如果当美国对金门马祖都讲话的时候 是不是有那种嗅觉是它的金马政策是有所改变 因为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是非常严重的一些问题 那当然金马国际化是不是未来金马的一条路 这个其实是可以在思考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也面临在选举嘛 那各方候选人都提出对金门马祖的未来的一个走向 最后来讲的话 你对于金门马祖这个议题来讲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回应刚刚主持人讲这个金马国际化这一点 其实我个人认为金马国际化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理想 对金马地区的老百姓 不只是减少战争的风险 也提升了它的经济的这一个稳定性 跟这个发展的可能 但是这个问题终究还是回归到 所谓的两岸关系的互动 也就是说如果两岸关系是能够进入到一个 所谓的和平稳定 然后这一个可预测的持续发展的话 那这个金马的国际化 甚至可以变成金马自由港化 或者是变成所谓的中立地带 都有可能 无限的可能性 甚至可能扮演起两岸之间的和解的桥梁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是必须是 不管再怎样的可能性 都是要建立在所谓的两岸之间 国与国对等关系下 仔细去谈的 而不是中共一昧的去回避 台湾的主体性的这一块 是 所以金马这议题非常复杂 夹杂的两岸关系又夹杂的国际关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中央恐怖电台 再看中国 今天节目探讨的主题是 有关于金马以及无人机的问题 为你邀访到了是 整理大学的法律系的王启勋 王老师 我是主持人林廷辉 今天节目探讨的主题是